各位好朋友 在等待那個男人之前 我的老闆之前 大家先來幫我們柯市長喊一下好不好 柯市 柯市 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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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 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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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姐妹 現場所有觀眾 已經熱情很沸騰了 已經來到最高點了 非常感動 四年前 因為他 我們改寫高雄的歷史 讓我們光榮跟驕傲 兩年前 因為他 我們守護中華民國 看到國旗昂首飄揚 對不對 雖然 遇到挫折 雖然 遇到困難 但是仍然 心系高雄 關懷台灣 默默的 從事公益活動 凝聚所有良善為光 就是堅定信念 只為了一句話 莫忘世上苦人多短短 嘿 是不是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那個離我心目中的男人 韓國瑜 Yeah 韓國瑜 韓國瑜 講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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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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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想念大家 大家好 好 好多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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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碰到柯志恩 准市长第一句话在台下 我就说全金怎么样 他都正在苦战 我说你选情越好啊 我跟你家分的感情就越好 你选情越差 我们感情越差 他说你们感情应该还不错 大家帕帕 谢谢 谢谢 我们陆淑美陆副议长 我们匡时副市长 还有吴宁吴委员 还有民选各位议员 各位代表 各位社团负责人 还有我们全高雄人 骂韩国语伴 称赞韩国一半 没有一个人骂他 最认真苦干实干的 李斯川 大家把他拍摸起来 拍摸起来 拍摸起来 哇 这么多认真负责的议员 还有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真的好久不见 非常非常的想念 今天 是选举投票前最重要一个黄金周 我来高雄 我想 民进党从陈其迈到赵天宁都开始 竖起耳朵 说这个秃头的要乱说些什么 赶快回去以后 要把它平衡一下 但是各位乡亲 刚才下高速公路 从山明区 经过了左营 那么可以到的 给他逃 我突然想到四年前 我在这里 好多朋友在帮忙 我们一面招牌都没有 一面看板都没有 一个旗子都没有 一张文宣都没有 只有一瓶矿泉水 一碗卤肉饭 那个时候 所有的高雄市 从蛋黄区 到蛋白区 大家都看到四个字叫正义跟温暖 大家还记得谁的竞选标语吗 正义跟温暖是谁 是我们当今的市长 陈吉迈先生 他用正义跟温暖 我在想我们高雄 天气这么热 怎么有一个候选人 会用温暖两个字 应该用凉快才对 但是各位乡亲 我们创造了第一次的奇迹 我们没有任何标语 没有任何宣传车 也没有什么经费 唯有的胆量 唯有的乡亲的爱护 唯有的高雄人期待的改变 这是我们选举2018年 最重要最重要的 所有的后盾跟资产 特别感谢高雄乡亲 过去对国义的爱护跟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我深深一举功 谢谢 韩国瑜 加油 韩国瑜 加油 现在 谢谢 谢谢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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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下来 谢谢 感谢大家的热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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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高雄乡亲 各位亲爱的我们兄弟姐妹 有一个人时常说 他最爱高雄 他一生 全部要贡献给高雄 我一看到这个 我看新闻上看到 哦 我们陈青麦市长 我觉得 我们应该在做所有的高雄乡亲 支持陈青麦哪一点 你们知道吗 我们支持陈青麦去接行政院院长好不好 好 想想看 如果我们高雄人 做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他这一辈子只爱高雄这个城市 我们柯智恩 得到大家的爱护 坐上高雄市长 陈青麦 不支援 柯智恩 执行政策 高雄乡亲议员做后盾 整个高雄会越来越棒 对不对 我们大声一起喊 我喊陈青麦 你们喊接行政院长好不好 你们一定要热情哦 行政院长是高雄人 我们高雄啊 每一年中华民国政府的预算 就像你们在家过生日一样 生日蛋糕推出来 大家开始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然后呢 我们高雄每一年中华民国政府预算 向蛋糕推出来 我们高雄就多切一块 因为行政院长是高雄子弟 陈青麦对不对 发生内心哦 我喊陈青麦接行政院长好不好 陈青麦 行政院长 太好了 再一次 陈青麦 行政院长 再一次 用你们吃奶的力量 叫得全高雄都听得到 陈青麦 接行政院长 聪明的高雄乡亲 聪明的高雄乡亲 想一想 不要光靠我这个秃头的在想 你们自己用脑筋想一想 陈青麦不接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有可能被桃园震文燦结了 所以我们高雄人一定要抢这个最重要的行政院长 对不对 对 所以 11月26号 全台湾只有高雄人有这个福气 投一票 买一送三 我们有一个最棒 最优质 最热爱的高雄 最棒的高雄 市人街市场好不好 好 热爱高雄 最有权力 掌握全中华民国预算分配的高雄子弟 陈青麦接行政院长 买一送鸟 好不好 好 我不太敢讲四川了 一讲四川 他又 等下要修理我了 但是 平心而论 我们李四川三个字 是台湾人最骄傲的品牌 它代表 苦干实干 代表任劳任怨 代表 敦厚善良 我不知道四川怎么说 但是如果柯生当市长 全高雄的硬体工程 交给李四川 大家说好不好 好 现在买一送二了 要不要听买一送三 柯生当高雄市长 我们一定要执行最重要的目标 破除的去人静的来 柯智恩把高雄市政府的环保交通教育经济全部建设得好好好 然后 农产品水产品 卖不出去 找那个秃头韩国鱼帮我们卖 好不好 好 兄弟们 姐妹们 我不拿薪水 我欠高雄太多 我如果能帮高雄卖农产品水产品 是我韩国鱼非常大的光荣 我一定会在柯智恩市长的领导之下 全力执行 让高雄的产品出得去 冷静的来好不好 好 我们这位议员 从我们陆苏美副议长开始 后面所有国民党庭民的议员 柯智恩当上市长 没有议会的配合 他再怎么厉害 他非常辛苦 所以各位乡亲 我们所有国民党庭民的议员 请全力支持全力打好不好 全力打 全力打 把选票集中 把选票抓紧 把选票爆炸 我们有信心 11月26号柯智恩当上高雄市长 全台湾全世界都会轰动 各位乡亲 我们这个城市 真的又老又穷 我们两年 我离开高雄两年 我们走掉了四万个年轻人 四万 这些高雄子弟 我在海内外 在加拿大 在美国只要碰到 有一个人跳过来 报告还是长 我是高雄人 我就很高兴 八个台湾人 就一个高雄人 他们都很高兴 为什么要流落他乡 因为高雄找不到好工作 赚不到钱 没有好的发展 我们把青年的计划 青年的栽培 希望柯智恩来执行 好不好 好 全台湾最有潜力的城市是高雄 全台湾最有爆炸力的城市是高雄 亲爱的乡亲 我们一定要支持一个市长 带领着我们280万人口 走向更富庶 更光明 更繁荣 更美好的未来 10月26号 把你们的选票全部爆炸出去 每一个支持者的选票 拉票 吹票 比核子弹爆炸还要厉害 每一个就疯狂地拉票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支持柯智恩 支持国民党提名的议长 议员 我们是希望改变高雄的命运 我们是希望高雄 未来变得又年轻又有钱 好不好 好